佛牌商文宣说法是 二哥峰牌可助扭转运势 提升运气 万事顺利 万官运 仍使事业 平步清云 万赌运 万偏财 万投资 指引财路等功效 这是无可否认事实 经商者佩戴二哥峰 可以助生意兴隆 财气旺盛 做事一帆丰盛 能把握时机转运 改变人生的机会 二哥峰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更具天地会首领 赌王 局富商人 华侨领袖等局以一生 凡受过他恩惠的人 天地会兄弟 都将他当作神灵般供奉 其中最大的原因是 二哥峰够英雄 够义气 又热散好施 爱帮助贫穷百姓 更多的二哥峰实际资料 观众可上网搜索 除了二哥峰牌 还有可租请家中 供奉的二哥峰金身像 祈福许愿 话说回来 话说回来 虽然家中各神明灵验 但大家在择日择瓷都要择个王道极致之说 尤其是在借分 嫁娶 破土 动工 搬家 开市开张 进赌场等重要时刻 都会找位大师 折个王道极致 那么到底什么是王道极致呢? 蒋古金用通圣解说 王道极致 所谓王道是古代中国人的历法 以天干地支极致 由此制定出王黑道日 王道主祭黑道主兄 而王道在天文学上指的是 人们在地球上所看到 地球每年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天体恒星之间运行的回道 称之为王道 十二个自治天神 各岸顺序轮质 存还不及 紫月清隆 丑月明堂 银月天行 茂月朱雀 陈月金贵 四月天德 五月白虎 魏月玉堂 身月天劳 柳月玄武 顺月 施命 亥月沟成 而这十二个天神 所主分掌 寄凶不同 其中 千荣 天德 玉堂 施命 明堂 金贵 称为六王道日 这王道六神 自治之时 诸事皆以 不必 兄继 既为王道 既日 另外六神 既日 实这 仿之 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 王道既日的推算 而王道既日的推算 主要分两种方法 一种是十二剑星 又称小王道既日 另一种是十二神煞 又称大王道既日 十二剑星 分别指的是 剑 除 满 平 定 制 破 尾 成 收 开 闭 十二日 其中 除 伟 定 制 成 开 是王道既日 其余 剑 满 平 收 破 壁 是黑道字 为了方便记忆 十二剑星 王 黑道 日 剑 满 平 收 黑 除 伟 定 制 皇 成 开 皆可用 破 必 不可当 关于 这日 推算法 子年 子上 起见 丑 为除 依此 顺署 丑年 丑上 起见 淫 为除 宜接 防此 类推 观众若有 不明 可请教 跪地 大师 折日 即可 王道既日 在我们 用事 折日 居集 避凶 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与选择 这种 这几文化 自苦以来 已深入 华人的思想 无时无刻 的影响着 华人的生活 已形成了 一种 系数 再重复一次 神晒有 年月 日 时之分 各有所主 即日的选择 主要是对日的选择 就像命理八字一样 重视日元 但即日的选择 并不是不顾年月 日死的吉凶 而要相互综合选择 王道 黑道 神晒有 清隆 白虎 明堂 天行 朱雀 金贵 天德 玉堂 天劳 玄武 师命 勾成 选择法 世江 清隆 天德 玉堂 师命 明堂 金贵 称为六王道 所谓王道吉日 就是这六神所在的孜子 这六神所知之的那一天 叫王道吉日 只百事吉利 不必凶记 万事如意 今年立法中看到 2021年立春是 2月3号的 22时58分39秒 星期三 隆历12月22 今年2月3号立春 而隆历新年在 2月12号正月初一为春节 在汉代 立法曾多次变革 那时曾将24节期 中的立春定为春节 这种立法曾延续了2000多年 直到1913年 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 正式下了批文 明确指定 每年的正月初一为春节 此后立春日只作为24个节气之一 并传承至今 立春作为节令早在春秋时就有了 那时一年中有立春 立霞 立秋 立冬 春分 秋分 夏之 冬之八个节令 四区分 公转模式 对于地球影响的八个关键节点 雨水 金泽 清明 乌雨 小满 芒种 小树 大树 畜树 百露 寒露 香降 小雪 大雪 小寒 大寒等 16个 这反映了世纪中的 更细微的气候变化 到了礼记 月令一书 《西汉 刘安所作的淮南子天文训》中 24个节气的记载 而24个节气的命名反映了季节和气候的变化 同时也是各门风水师必旧系的法门之一 《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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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打算 会没有 مت religious 感谢观看